好近路到了暑假期间也是台风最长来袭的日子 为了保护台东的海岸不被大浪侵袭掏空 水利署第八河川局从今年初开始进行台东风源海提的补墙作业 在原本呈现流失的地方补充消波块 经过半年的失作现在已经完成了100公尺的提前波 持续的守护蹄后居民跟生活环境 台东市区海岸紧邻着县内人口最多的区域 长期以来受到台风巨浪以及东北季风长浪的侵袭 海岸线不断萎缩外对当地居民的危害更是让人担忧 为此水利署第八河川局从民国73年起就开始规划防务工程 89年起施作突蹄来养滩及海岸富裕 时至近日大多数的小波块早已呈现流失 因此今年初开始再度进行补墙作业 海岸海提在以前我们大概是用突体的方式来移杀 那效果它成效还不错 可是在比较南边的一支海提银 也有了小波块呈现的部分它效能减退 那我们也利用这一次把我们的小波块加给它加强 我想我们台东是紧淋我们整个台风所沖的位置 所以说它的长浪还有台风时的涌浪 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结构安全 所以说我们今年度加强了我们的铺体 以及我们的踢脚的保护工 那达到我们的浴潮防浪的效果 从今年初开始动工 耗时了半年 终于完成风圆海提前波的补墙 放置长达100公尺的小波块 消能遇浪 不仅助于守护海岸线 对于海岸环境的富裕工作也有帮助 连带提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受到了保障 而巴合局也表示 将会持续关注暗机的变化 如果有破损严重需要补墙之处 也会在每年的年底提报计划进行秀赏维护 记载前轮 台东市报道